當然就是沒有偉大的韓總基出來競選啊 沒有韓總基的台灣是寂寞的 失去韓總基的官媒也會失去熱情 韓國瑜就是點燃大家心中熱情的那個男人啊 大家好我是新人律師 要來到我們咖啡新聞系列囉 雖然很多粉絲一直留言給我 祝我們的咖啡新聞帶給他們很多歡樂 但是呢這次咖啡新聞老實說 參了很多我自己的私人感情在上面 因為第一個要來咖啡新聞就是深受大家喜愛 中華民國唯一正統官媒 不只是許多人每天接收新聞的來源 更是不可或缺的精神糧食的 眼球中央電視台 宣布自6月起停更了 好原本呢節目是在愚人節當天宣布停更 讓不少粉絲以為是在開玩笑 不過呢後來室華摩跟動言神經在上 百靈果的節目的時候就親口證實 坦言他們七年多經營下來 感覺越來越疲憊 因為不成長就只能衰退 必須投入更多資源也必須賺更多錢 此外呢若銀河演算法跟部分網友 偏好的風格去製作影片 雖然流量會攀升 但也會開始彈性疲乏 動言神經也說啦 今年來網路氛圍改變 許多人容易截取局部內容極端解讀 甚至互相攻擊 與他們相以嘲諷 防勢勾起大家關注時事議題的初衷 越走越遠 就讓他們心很累啊 唉其實呢他們講的確實就是 目前YouTube創作者普遍遇到的問題 所以他們的心情我真的完全可以理解 不過呢雖然YouTube並不是對創作者非常友善的環境 而且真的很累啦 但是呢你說累到要說貪 好像又還沒到那個地步喔 畢竟這個多年累積起來聲量 以及底下又有那麼多員工要顧 真的也很難說放就放啊 所以呢這其中是不是另有引擎呢 對此呢身為正統官媒當家主播的 顏肉雅又有自己的另一番觀察 他說呢他自己從內容中就可以感覺得出來 現在好像沒有韓國瑜競選 當時有那麼多好玩的內容 從內容上面跟大家關心政治的程度上面 就比較沒有以前的熱情了 哇哇哇 果然啊 還是要從底層員工透露出來的蛛絲麻雞 才能夠拼湊出來事情的真相 真相是什麼呢 第一 當然就是沒有偉大的韓總基出來競選啊 沒有韓總基的台灣也是寂寞的 失去韓總基的官媒也會失去熱情 韓國瑜就是點燃大家心中熱情的那個男人啊 記得在韓總基的競選時期 他只要一開口 就是金劇聯發啊 我隨便上網路上找一下就有這些 旗子還是塞子 塞子必須有水要泡澡 必須要有浴缸 水很重要 拉進來 拉出去 上去就離不起來 做你愛做你 德民心 德民調 德民調 德子晃 出屬下流不寒 波羅蜜陀心情 冠之在菩薩 心聲般熱 波羅蜜陀實在就五韻皆空 啊 大家是不是回想起過往那段歡樂的時光呢 對比啊 現在打開新聞看到了政治人物發言 讓大家團結一起為國 為民 努力 來好好做事 比一個總教練 讓這次選戰可以講 非常的順利跟成功 面對角色的分工 都團結在一起 呵呵啊這台機 我最重要的還是 呵呵啊這台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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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能說什麼呢 沒有比較沒有傷害嘛 大家一筆就知道了 沒有韓總基的金玉良言 再加上更爽也派駐到聯合國去爽了 趙麗節也被調到廣西偷折樂去了 大家每天的精神糧食都不見了 難怪 眼球中央的人也會失去熱情嘛 不過呢 粉絲們也不要失去希望 因為 據說那個男人又要回來囉 根據挺韓五虎將之一的陳其茂 日前在臉書上面宣布 4月22日星期六下午5點 將在高雄市 甘山區荷華路舉辦挺韓國瑜造勢 呼籲韓粉把國旗帶出來不見不散 還韓話 國民黨中央必須遵守 承諾將韓國瑜納入 內參民調必須公正公開以及公佈 內參民調結果以招公信 相信啊 以韓總級的名萬人氣 必定是可以成為國民黨內民調的第一人 代表國民黨再戰2024總統大選 也許到那個時候 我們的官媒又會再度回到大家的面前 大家就跟我一起期待吧 好 那這個新聞靠北的點在哪裡呢 雖然很多網友對於唯一正統官媒 眼球中央電視台 還挺跟著消息感到非常的難過啊 但是呢 難過的地方 不見得是看不到視網膜 而是 看不到眼肉牙 這要將我們這些亞亞粉絲們 如何度過接下來的每一天呢 這能不靠北嗎 看來我們只能忠心期待 漢總級儘快付出 眼肉牙 幹掉視網膜 再上主播台了 接下來我們就先進一段工商時間 再來跟大家繼續靠北新聞吧 之前贏政律師曾經跟大家說明過我們VPN的原理 並介紹 NordVPN為什麼可以保障你的網路使用安全 不知道 大家都跟上了嗎 除了大家耳熟能響的翻牆功能以外 NordVPN能做的還有更多 NordVPN可以不受區域限制 讓你隨時追上各國最新戲劇 以及連線全球伺服器玩線上遊戲之外 NordVPN還能夠防止 會拖慢連線速度的DDoS攻擊 進而封鎖 充斥著惡意純士麻的網站 讓你在享受電競快感的同時 不用擔心駭客的攻擊 沒有後顧之用 另外NordVPN還可以幫助 重視隱私的你隱藏網路足跡 避免被監控 即使在公共空間使用WiFi 也能夠放心無語 更特別的是 NordVPN擴充功能 還能夠加密你的流量數據 避免第三方的窺探 提供雙重的加密保障哦 對於討厭彈出廣告的人 NordVPN威脅防護功能 還能夠隱藏你不想看到的 彈出視窗 很討厭的自動播放廣告 提供流量速度 節省寶貴的行動數據傳輸量 最重要的是 一點都不影響你的網路連線速度哦 現在就到說明欄 點擊專屬連結 使用銀針律師的專屬優惠碼 專屬優惠有兩年翻案 優惠價格 加碼免費4個月 還有額外好看哦 而且NordVPN有30天的試用期 不滿意可以隨時取消申請退款哦 還在等什麼 趕快去下載吧 好 第二則要來靠北的新聞就是 中國大使警告 別忘了15萬在台飛牢 菲律賓則是反嗆 中國製造恐懼跟恫嚇 奇怪了 中國駐各地大使 好像動不動就嗆一下住在國 製造一些藏藍挖椒的煙銷味 他才會開心耶 這次駐菲律賓大使又嗆菲律賓 是怎麼回事咧 我們之前在一週新聞裡面就有提過 現在世界各國都忙著選邊站 菲律賓當然也不例外 所以呢 菲律賓日前就統一美國 除了原本美軍住在的5個軍事基地之外 還另外新增了4處戰略地點 而且呢 其中有3處的基地都是在呂宋島 非常接近台灣 另外中國在參拜會之後 Kipup在台灣周圍進行3天軍演 美軍跟菲律賓也緊接著中國軍演之後 展開肩並肩軍演 演習規模突破以往規格 是歷年來最大規模的軍演 這下子中國又要氣到 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囉 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黃熙蓮 竟然警告菲律賓 如果真的關心在台灣工作的 15萬名菲律賓移工的安危 就應該明確反對台灣獨立 而不是允許美軍使用基地來火山加油 並且呢 他還與菲律賓南部明達納爾穆斯林的分離運動 跟台灣的問題相提並論 對此呢 菲律賓的眾議員就說 黃熙蓮的比喻失當 明達納爾跟台灣的情況完全不同 明達納爾鬧獨立的穆斯林幫是 菲律賓內的一個自治區 而台灣是一個獨立國家 是自由跟民主的國家 欸先不說 這些中國戰狼 每個都是加速師耶 根本在幫台灣累積國際好感度的 欸我就問鄭明大使 你要威脅菲律賓 怎麼會以菲律賓在台灣的15萬名移工來威脅咧 你這樣子公開一講 不正好讓那15萬名移工跟他們家人覺得 哇台灣實在太重要了 因為要有和平跟自主獨立的台灣 他們這15萬人才能夠安穩在台灣工作 在菲律賓的家人才能夠沒有後顧之憂 菲律賓政府也才有大筆的海外收入啊 那萬一哪一天中國打過來 這15萬人一下子是要去哪裡工作啊 當然是先回到菲律賓再說 那這些人沒工作沒收入 菲律賓政府光是想到就快嚇死了 你知道嗎 你這不分明在逼菲律賓面對現實 想辦法不要讓中國來打台灣嗎 不管是習近平我都快氣死了耶 不過喔 習近平的腦袋跟戰狼們 應該都蠻接近的啦 我們加速師真的不是被叫假的喔 所以呢這個新聞中最靠北的人是誰啊 絕對不是被威脅的 菲律賓人或者是台灣人喔 我想最靠北的還是鄧小平吧 大家知道嗎 鄧小平在1990年提出中國的外交方針裡面有28個字 那就是 冷靜觀察 穩住正腳 乘著應付 韜光養晦 善於手鐲 絕不當頭 有所作為 不得不說這一套是真的蠻有用的喔 世界各國被中國騙了30年 累積下來的外交資產 還不過短短幾年間 就被習近平敗光光了喔 鄧小平地下有知 也只能哭了吧 欸 不知道是鄧小平比較靠北 還是蔣經國看到現在的馬英九 比較靠北 大家記得在底下留言讓我知道喔 好 第三個要來靠北的新聞 那就是 警衛誤吃代收蛋糕 被主委要求六千人和解 留米社區住戶 向社區主委經營的咖啡店訂購蛋糕 並且呢 將款項付清之後 要求蛋糕外送到社區 由警衛室代收 不料呢 警衛疑似交接不清楚 以為住戶請客就把蛋糕吃掉了 那證明住戶得知蛋糕被吃掉之後就表明 算了啦 就不追究了 但是呢 主委太太卻表示 要以管委會的名義來處理 並將與保全公司處理 懲處的問題 好 那問題來啦 由於咖啡店老闆就是社區的主委 所以呢 用管委會名義處理 就是咖啡店老闆自己來處理啊 那咖啡店老闆呢就要求 警衛要以6000元來和解 之後呢 警衛也被調理限職 因此呢 諸服就認為說 誒 我都說不追究了 你還硬要人家罰錢 那這6000元也應該算是罰金吧 應該要上繳到社區吧 不過呢 主委卻認為 這6000元是以咖啡店的名義 向警衛求償 並非歸社區所有 誒 我比較有疑問的是 不管是管委會的主委 還是咖啡店的老闆 要求警衛要6000元和解 這到底有沒有理由啊 為什麼好像要警衛給6000元 給的那麼自然呢 因為買賣契約 通常物品交付給買售人 物品的所有權就是歸買售人 那物品送到警衛室 由警衛代收下來 一般在法院實務上 就是認為已經交付了 物品已經是歸買售人所有的了 那既然這個買售人 也就是訂蛋糕的住戶 都已經表明他不追究了 那咖啡店有什麼立場 要求要任何損害賠償啊 而管委會這邊 就算是認為警衛工作上有疏失 那也應該是考勤上面的問題 又憑什麼要求要罰保全6000元呢 因為根據勞動機捐法 第22條第二項規定 工資應該是全額直接給付給勞工 也就是說 員工如果有做錯事情 導致公司受損 老闆也不能夠直接扣員工的薪水 除非是勞顧雙方 另外有約定的情況 所以啦 連老闆都不能夠直接要求員工賠錢 那你管委會你連老闆都不是 憑什麼要求人家罰金呢 這看起來保全好像有點冤啊 而且保全還被調理限制 哇我要是保全我一定覺得超級靠北的吧 不過呢我覺得這個新聞也是有正向的一面 因為他告訴我們啊 擁有兩個身份其實是大有妙用的喔 你要處理社區事情的時候 就可以用管委會主委的名義來出來處理 但是呢 欸講到六千人要歸誰的時候 那就可以說 喔不不不不不不 錢是要歸咖啡店的喔 馬上又可以變身為咖啡店老闆 直接把錢收下來 身份用在上面 真的非常非常的靈活喔 真的值得大家好好的學習 有錢人想的跟你不一樣 讓我們一起加油 努力成為社會上的成功人士吧 好那今天的靠北新聞就到這邊啦 想知道更多法律知識 別忘了訂閱 贏政律師 YouTube頻道 也就是中文IG 很導臉書粉絲按讚 那今天趕快加入我們頻道會員 以及關放了按照號囉 我是任律師 我們下期見 掰掰